今晚就是想问你资源股 因为昨天内地公布了5月份的PPI就升了9% 超出预期 就见了近13年高 可以说昨天的煤炭钢铁股相对比起大市就做得好些 好像安钢、马钢升了2-3% 铁货更加急升了1.8% 还有染煤一度也升了8% 中煤能源也升了5% 当然收指就升幅收窄到大约1-2% 因为其实不知道关不关市场 有个市场有个消息传出来就是说 内地考虑对那个煤价设施上限去压抑通胀 所以大家都怕 刚才你也说过 其实大宗想问价格是否真的会持续到升势呢? 这一类这样的资源股 究竟我可否在炒通胀概念之下还可以跟进呢? 今年也很奇迹一样东西就是一概而论 大家虽然同一个市场炒的同一样道理 但是一概而论这样去想 甚至你说股价走势上最记忆就是昨天上升了很多 你又觉得好像见底反弹那样 比如你说一只铁货 你想想近期来说 由高位4毫子跌到2毫子 短短说的是大约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 没有了一半的 你说一只股份可以短时间内跌这么多 你也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说市场知道 股价之前充分反映过股价充高 即是相比价格充高上来的因素 所以我们说很难一概而论 但是短线的资金是围绕着 一些股价低产的相关股份在这里 我想铁矿石就不要碰住了 因为铁矿石面对着很多问题 可能说有很多由进口进入 可能会压抑上价格 甚至说可能之前升上来之后 股价相对比较高 突然间如果股价 即是铁矿石价格 不要说跌很多 横行要杀股价 又有这样的风险在这里 所以铁矿石特别是这些小的 很难 特别是很受政策干扰的 短线不要碰住 很多商品股份 因为市场内地方面比美国更害怕的通胀压力 你想想现在说 为什么PPI升得这么多 就是说出厂价格上升很多 出厂价格上升得多 就是说他们有很多原料价格 上升了很多上力 你看回新闻上说 很多叫做铁钢的公司 他们说的状况是什么 做一吨是一吨 每做一吨 是一百多元人民币 就是他们基本上不开工 其实分分钟还有数 但问题是他们不可以这么做 因为说不开工 你又要开着脑 那些政体成本又高 局输的 所以你现在要压低铁矿石价格 令到钢企没有那么惨 所以说铁货和铁矿石相关的股份 受到政策风险关于可能很大 你又想想煤价格升了多少 去到八字头的位置 其实已经比以往来说 比预期高出了很多 所以很多煤炭股一早就冲上来 而其实看过去这十年来说 很多煤炭价格 往往升到六字头的位置 就已经出售了 现在比你到八字头的位置出售 我相信主要原因就是说 其实未来来说内地 为何允许煤价格相对比较高 因为将会推过碳排放交易市场上 很多煤股也要进入这个市场上 他们赚多了钱 但其实要交罚款 去返回这些限炭价交易费上面出来 所以说其实 如果你在这一刻炒之前股 我的心态就觉得 以一个中期业绩角度去炒先 你说的煤股上面 很多中期业绩未必会太过差 甚至说碳排放交易的因素上 未必会那么快反映出来 可能你可以博去派中期息 特别息等等 有得軟的煤炭股 但是可能要求调整才去买 未必建议假设11.7.1 因为始终有些澳洲业务 可能受到拖累等等 既然我们都说 市场是喜欢玩一些估值残的东西 最残一定是中煤能源的 PB还是处于一倍留下 近期5元跌下来 虽然是有个调整势头出现 但不算很多 甚至你在日线图上 你会看到微不足到的 那你留下一点才买 看看有没有机会 下到4.5这些位置 以出手 博据突破5元 看5.5这些位置 这些个别策略上可以 但是整个煤炭板上 你看回1088那些 好像不走的 它的基本因素相对比较好一点 但好像11.7.1那些我们害怕 你就想起一个就是 可能它在澳洲的煤矿上 受到中澳的因素上影响 有一个负面因素 所以短线这些就会更害怕 那钢铁股之前就说 可能未来会见到 毛利率现顶回落 又是要担心一点 相反地说 好像铜和铁这些 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就不买的 但如果是调整多一点 都可以去想 始终就是因为市场 基本上这些商品价格 我觉得短期来说 不会出现一个大跌空间 相反地如果跌多一点 因为之前就是担心 为加息那一下 可能会有短线的震荡 但是随着往后 经济真的复苏 有些基建推行等等 这些商品股 应该硬朗的 所以我觉得是要担心态 如果以一个中线角度去看 可以 但是短线的这些股份 始终在四五月第二季初头 那段时间 它真的升得太多了 不需要那么心急买 可能到六月下旬 开始准备去偷步炒业绩 那段时间才开始去吸收 但是就未必建议以 就是钢、铁矿石的位置 你玩煤炭股 股价很残忍的中煤能源 可以考虑 或者买一些江西铜 2600这些 起码都是一倍PP左右这些水平 这样去驳 会相对比较安全 直驳率问题